发挥慈悲 抢救生命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波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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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入玉陀就譓 Luft器 但是肖子也 nag indicates 在给各种地 w行的市场上是践目的 所以我们 style的市场在打印 我轻νε一点 我豪伯伯伯士 在 celebrated行的事情 这些文明是无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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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的文明是无论的 这些文明是无论的 关于极乐世界的相关功德利益 我们应当要常常放在心中意念 比方说透过长期的念诵极乐愿文 来修持意念功德的法门 由于极乐愿文的内容比较长 一开始不是那么容易熟练 所以也可以配合着录音 跟着录音一起念 平常多听反复的听 乃至于在心里面能够记忆 能够议持里面的内容 常常的去随文做官 不断的透过念诵极乐愿文 来意念阿弥陀佛跟净土的功德 如此一来可以在自己的内心 种下良善的习气 这个就是所谓净土法门当中容易往生 而且利益广大的道理所在 其他的诸佛岔土当然也是功德 极其殊胜 然而很多的岔土要往生的难度比较高 许多岔土是必须要证得 八地菩萨与上的境界 才能够往生的 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 而相对于这些刹土 有一些诸佛的悲心总击 并且具足所有的诸佛功德 与一处的西方极乐世界 是可以透过祈祷发愿往生 而藉由不可思议的广大福德力而往生的 这样子的刹土是由阿弥陀佛的宏愿所成就 成就至今在经典记载而言是已经过了七天 这个七天的计算方式 以人道众生来说是已经经过了七节的时间 所以从刹土的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新的刹土 对我们来说是已经过了人间的七节的时间 以上所讲的这些道理都是有可靠的经典依据的 所以对这些是不处一样的 这是我的 如果这一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算是在这里的理论 你们是什么意料的 这些天哪有什么意料的 下来一天才是在这个市场上 当这些傘到了很多部份 在这个市场上 里面的 therm中高出一边 如果真的太多類似的使用, 但也有很大的 但不得只有雨在旁边去 因为我们的一个人也讨论是在哪里的地上 那我们的计划下的地方 我们的计划是在计划下的地方 我们的计划下的地方 我们的计划下的地方 没有开始计划 我们的计划下在计划下的地方 就只有那都是同意的 才是可不是 的 doncs 哦 當我們在觀想本尊博士 佛神的升起次第時,重點在於升起本尊身相的名相 但是這樣子的清明或者是清楚的相,它並不是僅僅只是一種影相而已 它並不是那麼單純,它是具有內在功德的 內在功德就像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的師長 透過他們的成德、他們的教誨,令我們的內心產生感 也會有念恩報恩的想法,所以會讓我們產生許多的功德學問 而阿彌陀佛對我們的恩德或者祂所具備的功德主要就是能夠從根本上拔除六道友情眾生的苦 祂拔眾生苦的方式是透過清靜的政法的傳統 使得眾生能夠被導向戰時的人間安樂以及究竟的佛陀果位 並且祂具足智慧的功德,能夠一一了知眾生所造業 他們的根氣差別,他們的依樂差別,他們的發展的情況 這都完全以佛陀的騙知能夠如實的造建 佛陀的二種智慧當中的如所有之,令祂能夠完全通達輪迴法以及涅槃法的實相 而祂盡所有之,而祂盡所有之的深度能讓祂通小因跟果之間的關係 而不像是我們凡夫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 例如,我們看到稱心的時候只是看到這個情緒的波動 並沒有看到它後續所帶來的效應 我們看到地獄像這樣的描述時,我們也僅僅只想到它的展現 並沒有想到它的前因 所以對我們來說,我們在因果業力的運作方面是懵懂無知的 而佛陀的智慧恰恰恰相反 它是能夠造建因果業力的運作,這個是佛陀的功德之一 再來,佛陀所教授我們的是自盡其益 讓我們降伏自己的心 而為何要降伏自己的心,必須要挑伏自己的內心呢? 原因是,佛陀通達了一切諸苦,都來自於最根本的問題,我之 假使沒有我之存在的話,任何的煩惱以及煩惱的後續的痛苦 將不會生起,佛陀了事這一點,而世間的凡夫則不如是 因此,我們才說佛陀的功德是勝過一切世間人的功德 這就是為什麽佛陀對我們有廣大的深恩 在意念佛陀的功德之下 而了解佛陀的功德的前提之下 我們懂得去意念佛陀的殊勝以及它的恩德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現在我們要去做出了一個恩德的判子 在此,我們都不做出了一切,也很不做的 我們在這間大戰中的心理,我們都不做出了為了 我們從來自不做出了 我們從來自不做出了,我們都不做出了 我們從來自不做出了 我們從來自不做出了 我們在這回事,我們就做出了 我們從來自不做出了 好似乎我等于中午的 真正在用温宙区之间的 璇格 计划决的优先 一样的 一样的 这位的说法是 人士的 国家的 人士的 但 我一直到 人士的 这是我讨论的 因此是 首先有特别的 但是这条东西 我讨论是 自己的 这是 你讨论的 而 cie pyt 这都 我讨论 我讨论 这个 等 我讨论 你 我讨论 另一面体的外国和国家的歷法 不可能会得到在ción雄区之前 我不能解禁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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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解禁我的名字 我认为这个名字 拿着到什么名字 但是昨天,在 American媒体里边,在本土城有两个人的这个地方, 这些地方都是花木匙的,那家里会认得很、 那些人说,习惯了他们,我在这里有一个人来说, 只要是要看著 講話 我會想想要的 你自己會想說 在俄羅斯上 也會說 你會想要做 那些人 也會想哇 你會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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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区航拍摄 那些地方 只能在家中 就是往前 但是我把他們的地方 去那座 о 这是 那些人 watch 哦 以上 就是 都 都是 你在这边找什么hoff 这 比如说 这就是 这些人在这边找什么 这是认识的 这就是这什么 这些人也与似我 那些人说 这些人的时候 这些人是 这些人真的 这些人 就如 無神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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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生四音的第一個音是 民觀所依自良田 那這個自良田的本性 就如同前面所介紹的 指的是民觀淨土莊嚴 那這淨土莊嚴是來自佛陀三生的功德 猶如虛空的法身當中 陷起了像是彩虹般的暴聲 而極樂事件的淨土莊嚴 就是暴聲的展現 它是來自於 心性如來藏的 民分的展現 心性如來藏的本性 它的空的層面 為提星空 它的名的層面是大悲周片的清靜岔土 這些完全都含藏於一切有形眾生的 新的本性當中 所以我們稱之為如來藏 正是因為如此才能夠從 如同虛空的法身 以及如同降雨 如同雨露 或者如同彩虹般的暴聲 而陷起隨類化現 映現於各處的化身 這些都是來自於 我們心的本性 就像是 應當要了解 國頭的智慧跟我們的心事 它之間的一同 其實心事的本質 是無二的智慧 不管是大圓滿的傳統 或者大手印的傳統 都會談到 心的本性是無二之 而如果能夠了悟 確實的了悟 無二之的見地的話 那麼心的本性即是佛自心 這個就是自心即佛的道理所在 那麼由於自心即佛 所以能夠展現出的暴聲岔土 它的數量是無盡的 在無盡的世間能夠出現 如同降雨般的 如同彩虹般的暴聲岔土 包括了現在所說的極樂世界 也只是僅舉其中一例而已 那麼我們透過觀看 柏卡或者是坦卡繪畫 而不斷地去意念極樂世界的莊藝岩 就是在心中朗朗的 心中朗朗的意念著極樂世界 這些暴聲淨土所具備的殊勝性 當我們在意念岔土的時候 不要只是好像看一個圖畫 就是看一個影像 你當然要曉得這個顯現象本身是帶有智慧的 這個智慧本身又是與悲又分不開的 也就是它不是單純的去描繪出一個形象而已 而是具有智慧以及對一切眾生的大悲的 就好像是父母在光愛著孩子的那種大愛 又好像說是母親她如何看待自己的獨生子一樣 非常強烈的愛心 這個就是佛陀他們對眾生的悲心的譬喻 所以仰仗著他們的大悲心 仰仗著他們對因果的了知 所以這樣子的力量 這樣子大悲的力量遍布了一切的世間界 再接下來 諸佛的事業是以隨類調伏的化身 按照眾生的根基差別 而展現出不同的形象 比方說西方三聖 主尊阿彌陀佛的心堅 他的右邊化現出百千億的觀音 左邊化現出百千億的度母 心堅化現出百千億的年化身 在一切的世間當中 以化身的形象來饒繪有情眾生 雖然它的本性是安住在心境岔土當中的 也就是自信安住的 但是在所有的眾生的面前 展現出如同水面的道理一般的 又好像是鏡中的影像一般 非常清晰而難以計數 無量無邊的活動化身 甚至在所有的友情面前 一一友情面前 都出現一一的活動化身 所以這就是從法身當中陷起爆身 而在各處各自印線化身的道理 我們所需要祈禱 所需要明觀的規定自了解 應當就是如此 具足三生自信的清淨岔土 那當然在觀想的時候 能夠觀的話 也應該要觀想在每一個友情 他的面前呢 都有一一的佛陀的 具足自卑功德的佛陀的身像 但是很多人因為剛開始學習 他可能最多就只能觀想一尊佛像 但這也是無可厚非 畢竟習氣還不是很深厚的緣故 他還缺乏練習 但是呢心裡面可以想 雖然觀想不出那樣的顯像 心裡想著 所以一切眾生身邊 他們在頭頂上 都各有一尊佛陀的化身 這樣子想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我和平時有所謂的 人們的其中一的 但是我和平時有的 都根本人有的 我和平時有的 有很多的 人是有的 所以有的 我和平時有的 但是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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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懂我 你整 你走 你不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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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狠 你 chaga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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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 说 所以,当我们在明关自良田时,应当观想片一切虚空处都有如同镜中影像般非常清晰的净土的庄严 不断地这样去观想自良田,也应当晓得如此自良田的本性本来就是恒常不断没有终止过的 这样子的自良田它是暴生岔土随居住五种决定性 所以五种决定包括了处所决定、本师决定、眷属决定、时间决定跟所说法决定 以处所决定而言,极乐世界是暴生清晰岔土,也可以说是秘延奥明岔土 然后呢,在时间决定方面是横转法轮时 在本师决定方面呢,是说法本师为大金刚石,或者在此处可以理解为阿弥陀佛 然后眷属决定则是一切岔土当中的慎重皆为登地以上大菩萨 然后呢,法决定则是唯一宣说大圣教法 这个是五种报生,具足五种决定的报生所拥有的功德 那当然对于有些法有来说,这样子的概念可能有点陌生 但是心里面想,哦,它是具足如此的殊胜的功德 你这样子想的话,也能够对净土产生信心,就是很有帮助的 那对净土产生信心之后,想要往生该处又当如何呢? 所以极乐四因当中又讲到了助援、违发、菩提性 我们想着愿所有众生都能够在极乐世界当中成为自己的友伴 以这样子的发心来作为协助 我们想要护了一个问题 对于采访的练习法,因为我们学生的人 他说ED西方的代理,他们的主持人 在经历aya想像这些人,我们好像在封印之后 对于 THEY通过的机会所领域的人 在这样子的认识,每个人都值得很严重 所以我们就在困难上台方的朋友 对于他们认识,他们又搬自己的认识 我想,我想,你们说,你们就这样,你们讲 两个人没关系 所以我们说是不是一个人都就是要做。 所以,当你们所说。 他们就这样,我们已经 notion了一个人, 在这个人里,在这个人里出事, 就在这个人其中一个人就会做。 他们就跟他们一群人说。 他们在这边就会做。 说那些死了 就是 我以前还是 Explorator 女生的静态 叫我 叫你 我 是 你 人 是 为什么 让我 在 今 我们 不要 是 我们 我们 是 我们 他就在見て想,他去任何人你說 他也是愿意 但是 tak é 大 none adoles Voilà 這怎麼跟你在 人生說 好像人生來了 也有一樣 這樣就怎麼回了 Projekt觀點 這個地方 凡正 there 展 preilated 那都是大一的。 男人们一春来的, 九三娘到了一离一路, 从一离一路的哪个人都迷惯? 我们明天尝误! 继续讲四英当中的祝援发福的心 我們在任何情況之下,總是說要發信,要發信,應當要發起估計信 當然發起估計信是非常重要的 假使你今天想要承辦自立的話,應當理解 一定要承辦立他才能夠完成自立的 因為當我職完全熄滅的時候 完全沒有絲毫我職的時候 才能夠完成政務佛果這樣子的目標 因為佛果當中是沒有絲毫的自我可言的 現在我們的情況就像是凝固的冰 我們在六道當中乃至在三二道當中受的苦 是煩惱的自相的展現 這只是因為有我職的緣故 當我職被破除以後 不再有以我為主 不再有絲毫以我為主的想法的時候 就從這樣的束縛性當中解放出來 這樣才 這個才是最廣大的自立 最廣大的承辦自身的利益 因為當沒有我職的時候 自然的能夠承辦其他一些眾生的利益 自然能夠承辦惡利 如果與此相反 我們想的都是自我為主的 都是自我中心主義的 這樣的話最終只會對自己造成傷害 因為我職它會帶來的就是五毒煩惱 它是五毒煩惱的根源 最後這些五毒煩惱的作用力 會回到身上 又會傷害自己 從我職中心出發以五毒而發起 就會造成三二道的痛苦 所以我們如果很聰明的要承辦自立的話 就一定要放下 謹求自立的只有自我中心的想法 想著如何能夠饒益其他友情眾生 這麼一來我們自己的利益才得以承辦 而所謂的願力它就是什麼呢 它就是菩提心 為什麼要發起菩提心呢 原因是所有友情無一例外的 所有的眾生都做過自己的父母 沒有任何的例外 所以我們完全有必要在謀求利益的時候 將他人的利益跟自己的利益併置 至少你應該想到 我如果要為自己好 我就應該幫其他友情眾生 在這樣子的基礎點上去利益其他眾生的話 這是屬於一般性的 就比較頻繁的菩提心 就是把自己的利益跟他人的利益 就是一併考慮進來 為此所以要利他 那真實菩提心的話呢 則是當我們發起真實菩提心的時候 完全沒有任何的自立的考量了 想到都是如何能夠承辦其他友情眾生的利益 那我想我的心願就已經完全足夠了 而這樣子的真實菩提心 即便在今生來講 他也有非常多的優點 比方說聚足菩提心者 他就有安忍的功德 他就有智慧的功德 他就會有力量 因為他沒有自我 他不去考量自立 所以他能夠安忍一切 所以他具足智慧 所以他在做不管是世間的事情 或者在從事任何佛法和事物的時候 不帶著自我中心 他能夠承辦事物的力量就會強盛 這都是真實菩提心的功德 所以我們需要發起的就是 在利他之心的情況之下 才能夠幫助到自己 這種必要性 是在心裡面必須要確知的 あります 人開想下的腰 人有所有的奉獵 人在思考不爪 都去應付出 赫逼逼逼的 Knowledge 上一次 你有EEP的抽菲嗯看比如讲得很重要的 又大家那这个码剑里 可真美化功能 eğbert你拼着玩着 这个民俊杜大学 在… 懂得 감去教了数字 刚才一行在这位上这很重要的原因 这是这是 说опас撑的情况 下雨的4号女在玛声里相撒igue 小小小小小小有 owned 不是和白蜡 有 accident 有些衣服的人一般都是某些衣服的 去社群人就是抗亂的 有些衣服的人有很多 以外人去除了 或是不必有的 很適合, 就是跟着手的衣服有多少 有些衣服有的衣服 像我生 förگ sig的 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 我就只是 啦 呃 我 我 做死得了 那么算了吗 思考当这的时候 他们去看 他们非常 brief 他们自己重新人 当这儿 职批诫 这就是 曾娘煮不 Branch 姪出一个 这是最后我都在一天 能拿到把这些但又让咱们回来 这个人大来言 这些衣服当时在社会中心里 他们会讨论这些什么 这些性的事情都会生中心 这些事不是为什么 我们都可以投类的 这些事情是 在这些地方 三十愿的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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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咱们在这种游巾上来说话 不容地在这种游巾上来说话 沙漠的自然之处的复杂 以前过了沙漠的复杂 但任盟 靠近平保持人 也不像我们的 也不像我们的 这些是什么东西 以来的把这些什么东西 再来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当中的第三个叫做因 往生是因的原因的因因累积资粮亲近最上 应当晓得一切亲近的善业都与累积资粮亲近最上是分不开的 就像是一切诸佛他们要成就佛果 首先在发起殊胜的真宝福地心之后 也要经过漫长的一节一节的无尽节的时间 不断的累积资粮亲近最上最后才能够承办佛果的 我们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光是听到佛世尊的名号 能够接触到他的教法 这些教法和名号就能够深入人心改善 改变人心进化人心 这个是佛世尊他的心的力量所导致的 什么样子的内心力量能够使人光是听闻到他的名号 接触到他的教法就产生改变了 这个内心的力量就是慈悲的力量 如何能够所谓的累积资粮亲近最上是如何承办的呢 完全是来自于慈悲而承办的 我们在行持任何善法时应当是以慈悲心而修布施 以慈悲心而修持戒 以慈悲心而修安忍 乃至从布施到波尔波罗密多之间的一切六度修持 都应当以慈悲心为前导而修持 当然有些人比方说他在修布施时 他想到的是应当 就是我这样的布施 我将来可以获得财富 我可以变得富裕 他并没有怀着慈悲心在做这件事情 但我们现在不应该是如此 而应当想的 我之所以要布施是因为对方非常的可怜 我必须要给 我必须要为他做些什么 我需要这么做 原因是我完全有理由对他发起慈悲心跟悲心 而不是为了我自己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善报 没有这样的想法的 同样的身体称心的时候 对其他众生声称 或者众生对自己声称的时候 应当了解 称心是非常不好的 以此为因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所以我必须有 我完全有理由要安忍 这个时候是因为慈心跟悲心为前导 所以不去陷入称心的循环当中 不去 可以能够以慈悲心而修安忍 所以可以说六兔波罗密多的羞耻 完全是建立在慈悲心的基础之上的 有了慈悲心 有了利他心的想法来羞耻的话 那么所修的善法 所累积的资粮 他自然会成为波罗密多 也就是说慈悲的功德 就是能够保证 所修善法成为波罗密多的先决要点 不管是世间法 或者出世间的佛法 都是如此的 如果有些人他们在行善时 缺乏了真实的利他的慈悲心 那么会不会有一些暂时利益呢 会的 但是仅仅只是暂时眼前今生的利益 能不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善根而获得究竟佛果呢 那是做不到的 比方说有些人他在布施的时候 心态上想的是 我这样布施将来会有如何如何的善业果报 所以我将来会变得更加富裕 那他会不会变得富裕呢 是的 有些人怀着这样子的心态去布施 我们也确实看到他因为福德的缘故 所以变得富裕 但是当他的福德耗尽时 富裕的这些果也就用完了 那由于先前没有在造其他利他的种子 所以呢 一手果报 恶业的一手果报仍然会现前 也就是说 他的那个善根是有穷尽的时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当用这种想法 不应当需求将来能够会有善报而去行善 我们在做行善的目的应当是 为了一切有行众生都能够蒙受利益 为普遍的对他们发起慈心跟背心 所以我要忽视 所以我要实践 难受我要重施六度的修行 在累积资量跟亲近罪障方面 最主要的修持就是按照七十进供来修持 那七十进供在修持过程当中 也应当是以菩提心 也应当是以慈心跟背心作为前导的 这样子去累积资量亲近罪障 当然它会有很多的果报 除了刚刚所讲的一手果之外 还有所谓的等流果 等流果当然又分为了 成熟于其他人对待我们的态度的所作等流 感受等流 或者是与我们自己所作所为相关的所作等流 这些果报当然有很多细分的层面 但是我们对它不要特别的执着 因当想的不是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果报 而是我无论如何都要去饶意有情众生的这个事实 如同前面所说的 在慈心悲心的基础之下 修持不失实验 一直到波罗波罗蜜多的任何善法 用这个方法自然而然的一些功德 都会从慈悲当中绽放出来 了解到这一点之后 我们的身体跟语言自然就会导向善法 我们所行的一切的自然就会成为真实的资量 无尽的资量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心里面像是发用往生极恶世界 应该也要想的 愿其他有情众生 他们也能够往生心境的岔阻 愿他们也能够完全的断除烦恼 所以用这样的方法 用这种心态来透过气质性共 进行累积资量跟心境罪障的修饰是极为有必要的 原来有初生的疑问 在我身边有个人的疑问 我身边有个人的疑问 从而是 常常的疑问 常常的疑问 生理与大巴的无数人的疑问 所以会发生的了总统 有前退延! 感ada苦尽! há一段的疑问 数人的疑问 alerts 莫 required olmuş 冒失 中国大教了这些人 这也很早信了 他去给了大学的 对于这一期们 你看看 你看看 你人知道 香港的法国 我今年出家的 从我经将 fotograf过的 和餐子那是 我最后在这一年的 我现在有一个出发 也有很多人的毛病 専門的手法是 聖山的手法和民主党的手法 而是聖山的手法和民主党的手法 聖山的手法和民主党的导致 和民主党的导致 这就是,他当是这个国的哈孔,这就是这个国的哈孟 因为他当时的地牧群,这就是地牧群的地牧群 我看这个地牧群的地牧群的地牧群 那这就是地牧群的地牧群的地牧群 据先前所说的,要累积资粮进化罪障染污 需要结合气质进贡的方式来落实 比方说,气质进贡当中一开始是顶礼之 如何进行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能够由衷至成的意念 获得三宝的功德,在意念的同时 不由自主的双手就合掌,就结合了身跟心两方面来做顶礼 在意念功德的时候,我们意念佛头功德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就会没了那层傲慢 所以顶礼之是作为我慢心的对峙力的 什么样的情况叫做我慢心呢? 有些人他可能过得一半风顺,他认为 我今生没有什么样子的苦难,我非常的富裕 我用不着修行,我不需要宗教 这种想法就是自以为是的我慢心 我慢心会有什么样子的过失呢? 我慢心的过失在于即便你因为过去生所累积的一些福德 而能够拥有你所认为的没有苦难、富裕 或者是我用不着修行的一切平顺的生活处境 但是过去所累积的福德最终会耗尽的 当福德耗尽时,你此生因为我慢心导致对跌裂因果的道理不加信手 而过去的恶业果报仍然会成熟 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会因为恶业而流转于三恶道当中 它的自然就像是种子遇到了外缘成熟的机缘来到的时候 它就会开出花朵,就像是这个道理一样 所以其实信供的任何一个部分,它都是要对峙自己的 对峙自己内心的烦恼而安利的方法 比方说像供养的目的在于对峙心中的贪欲以及蜻色心 那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懂得鱼痴跟我慢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要懂得为什么要去这样调伏自己的心 因为心会造就我们日后的感受 比方说如果我们不去调伏自己心中的烦恼 任凭自己的称心生起,与他人冲突,与他人对立 这样子的称心为因将来会感受到地狱的果 我们应该去向内反思我是不是有这样的烦恼 当你去觉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确实也有称心烦恼 如果说有称心烦恼,我就应该要加以对峙 应当转变这样的烦恼,转化成为对众生的慈心跟悲心 当慈悲被阔而广直以后才能够成就不过而避免对峙他的伤害 这个就是懂得从英国业力的规律下面去下手而做羞耻的 不懂得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因为缺乏对业力因果的认识 的这种愚昧性而产生六种烦恼的滋长 而对于烦恼的过失又浑然不觉 这样子的浑然不觉跟我们的心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请参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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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神天在谷处无良方 王神自灵谷自处杀作 王神神魂若海见真知 王神自灵谷自处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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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神自灵谷自干 王神自灵谷自出 王神自灵谷自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